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有新发现 我是卡卡 上周末我就是演员 带着于正和李晨如老师 向我们走来 哇哦 被那些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的 网播中一折磨过的我 第一次觉得台播中一 如此可爱 爽快 俐落 一百分钟的节目 放五个表演片段 还包括给金主爸爸打的 各类关卡 爱啦爱啦 整个这期演员看下来 我领悟了一个道理 就是有的人演技差 不是因为他可以端着 拿枪拿雕 或者是他的天赋不够 演不出来 而是他实在没有东西可演啊 最直观的例子 就是张顺文现场给李文汉 出了一道考题 李文汉完成的一塌糊涂 其实张顺文这道题呢 出的极为细致啊 相当于把人物小传 都送给李文汉了 超级贴心的 这里面的细节呢 包括家境一班 走了三年北漂 最近三个月都在 努力争取韦小宝这个角色 然而世系失败 剧主已经定人 最后才是妈妈 打来视频电话 问他最近怎么样 李文汉的表演呢 就只表现出了 打电话告诉他妈 世系为小宝 没成功这一件事 而且不管是从他的语气 还从他的表演来看 这件事情都轻飘飘打 丝毫感觉不到 他跑了三个月的剧组 为拿到这个角色 努力过 甚至后面没话找话说 好像导演并没有很喜欢他 要是下一个角色 这种话 那大家都懂的嘛 我就是演员 特别推崇导师上台做示范 果不其然 张子怡就请出题人张顺文 上台表演了 张顺文的示范呢 确实是教科书级别的 去年演技拍里 他在冰库里 示范表演被困在高温库房 在极冷的环境里 反季节表现出极热 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推荐大家去看 说回张顺文 这次给李文汉做的示范表演 一方面 张顺文本身 他就是很有实力的演员啊 另一方面呢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第一古棋 跑了很多年的剧组 对于世系失败这种考题 真的是小菜一跌 他没有像李文汉那样 直接走出来就开始打电话了 而是在视频通话前 设计了一系列的动作 希望挽回导演的心意 做最后的挣扎 有了这一段的铺垫呢 他后来猛的弯腰 抹眼泪的时候 就更让人觉得心酸和无助 但这种经历 李文汉没有 所以不管是张顺文表演时 带到李文汉的镜头 还是张顺文表演结束后 给到的观众鼓掌镜头 李文汉的表情都是 发生了什么 一脸懵逼 理解不了的样子 这个呢 也很正常啊 同时参加了演技和唱跳 中意的李文汉 可能确实不太懂 为什么一个角色 要跑三个月的剧主 这就像他表演出来的一样 韦小宝这个角色 没拿下来 必然不是因为 他不够努力 很有可能是因为 导演不喜欢他 那咱试镜下一个角色就好了 此处不留言 自有留也处 没什么大不了的 家境有问的他 可能也不太明白 题目里那句 家境一般 做了三年北漂 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 试镜失败 就是这么 轻松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呢 是王菲菲 受益人前半截的对手戏 不尽人意 但是他对着镜头 开始独讲戏 讲自己的爱情故事时 就很真情实感啦 事后talking环节呢 也证实 这就是他的初恋故事 那 经历过的人 确实就是有东西可演啊 演自己的经历这种方式吧 比较适合零基础的演员 但不可能永远 有为你量身打造的剧本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就在表演里 融合一点点 你类似经历后的感悟嘛 把全场眼库的 王自健和潘兵龙 就是这样子做的 他们肯定是有一定的演技 但我觉得吧 更重要的是 他们各自挑选的剧目 非常巧妙 德国抑郁症的王自健呢 选了余欢水里 拿到检查结果 去岳父家中秋团圆 却经历了中年人的崩塌的片段 能看得出来 王自健在这里面 演出了独属于他的 无助和绝望 是经历过世界崩塌的样子 不浮夸 也不尴尬 有孩子的潘兵龙呢 选了亲爱的李 寻亲小团体 有人找回孩子 设宴庆祝 他自己的孩子 却依然杳无音信这段 潘兵龙还改写了张艺的版本 变成了老婆怀孕了 不想再继续找孩子了 我觉得这个改编 就很妙 按照张艺崩溃的版本来演 演技不够精湛的话 很容易无节制的 把所有的情感 全部宣泄出来 表演就过火了 但是改编后的版本 潘兵龙的表演里 就多了一个 可以调节的阀门 他是愧疚的 无助的 破碎的 但是老婆怀孕这件事情呢 同时又是一个希望 是黑暗里的一处小火苗 不至于让他完全的碎掉 有时候毫无保留的哭喊 容易让人麻木 那些克制的崩塌才是最惊心动魄的 总的来说呀 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 是没有错的 演戏的时候 混合一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悟 就是你走向演技派的第一步 这件事情呢 演古装剧或者是奇幻剧的时候 就尤其重要 举个例子啊 《鹿顶记》里的韦小宝 都不说他多重身份被皇帝使破 最后还要救阿克那段 真的太复杂了 但说韦小宝进门和皇帝玩闹那一段 但凡你带入一下平时和朋友之间的玩闹 都不至于演出来这么尴尬啊 按理说这些生活经历肯定都有 但为啥就是演不出来呢 我仔细思考过后发现 这件事情令人绝望的点就是 李文汉这代选秀出身的 正好就赶上了疯狂安人设的浪潮 男爱豆最爱反叉蒙 台上日地板 台下纯情男 女爱豆呢 钟情吃货人设 甭管我吃多少 嘿 我这靠谱的身材 他就是不胖 你说奇妙不奇妙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设 都被开发出来 贴在爱豆们的身上 快速建立辨识度 经历过这样的人设洗礼的李文汉 在他看来 伪小宝的人设非常简单直白呀 只有角柔照做到 古灵精怪和油醉花蛇 至于他是不是仗义 到底真不真诚 这些重要吗 不重要 对于套人设做表演来说 都太矛盾 太复杂了 演不出来 PASS 想通到这个点呢 我一下子就能够搞懂 电影电视剧里那些 单薄乏味的表演了 因为明星们要不去再演他们自己 要不呢就在套着角色的人设 在表演 现在他们自己的人设吧 都一个接一个的崩塌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影视剧里的角色 也能像他们本人一样 脱离人设 先活起来 期待那天的到来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观众 或是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 给我 当然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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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